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解闷经济 那当然这提出了十几项的政策措施 那其中一项涉及到 我想这应该是跟内政部业务有关 就是加速环平跟土地变更的流程 能不能请教一下 到底我们现在环平跟土地变更流程 有多复杂 有多困难 为什么说这一个把它解决之后呢 我们这个闷经济就可以有救了 我想它的背景是因为环平 当环平是环保署的这个职场了 那环平它是合一制的 所以常常会碰到很多的委员 他们提各式各样的意见 然后合一制又没有办法 这要是主席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很明确的这个裁决的话 他就会在那边绕 可能会绕个好多的 那现在说行政院说要加速吗 因为环平的部分我不了解了 所以环平的部分 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我是搞不清楚他要怎么样加速 我只能讲说 第一个你要找委员 可能要找一些对这个实务比较了解的 当然也有人提了 说这个是主管机关不同的问题 其实很多是看主席 比如说我们过去在地方主持会议 你环平你也可以选一个专家学者当主席 那他就可以在那边给你绕个半年绕不出来 那你要是一个首长觉得这件事情充分讨论了 我觉得OK了 我们就朝一个方式做一个决定 这件事情就会继续往前走 我觉得他 那这样 所以现在这样 行政院寄出这个方案你觉得乐观吗 我觉得环保署的我不敢说 我们内政部一定会检讨我们在土地 那内政部的部分你们检化土地变更 审议机制这一部分 你们现在答案怎么做 我们会责成这个营建署 跟地方政府之间 说未来他们审审我们审审 所以你现在原本的二级二审 现在针对所谓的重大计划 改成一级一审 那什么叫做重大计划 那重大计划当然它有它一定的要件 这个要件是什么 目前好 因为这个具体 因为才刚刚出来 具体还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相信是一定要报到院里面 做一定的法律的这个核准 那另外其实这里面还关键的 不只是审查了 其实它这个时间会拖得很长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土地征收 土地征收 其实会牵扯到一般民众财产权的保障 这个过程一般在这个地方会拖了很久 审查方面恐怕都还是可以在控制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其实这两项措施 你说要在短期内 因为这一次行政院公布这13项措施 我的感觉它是要解决当前短期的 这个经济景气的问题 那如果这样的措施 好像也没办法立竿见影 因为现在好像 就是说你怎么样去改善的这个做法 都还没有确定 这样的措施是让这个业者说 你想要来投资 再到台湾来投资 我们在环平上面 在我们的这个土地都市计划的用地变更方面 我们会让这流程快一点 我们就说基本上我们会 那这个什么时候可以确定来做啊 因为这边你们现在只告诉外界说 这个等到办法发布以后再实施 没有没有我们会会限 会在一个最合理的短的时间之内 检讨外营建树 我相信我们如果要 不然现在我觉得行政院这一波的 这一波的这个刺激景气的这个作为 它实际上是针对我们第一季嘛 第一季看到那个数字吓一跳了啊 管中民也说他很意外啊 我不晓得是意外还是状况外啦 但是基本上这一波提出来 他就是想要解决我们第一季那一种 出乎我们意料的 或者出乎当初政府一起的那一个GDP的成长嘛 那如果说你要在短期内 能够有效的刺激消费刺激投资 那这一些措施你们现在又还没有准备好 那你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 比如说今年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 我们就看到说这些作为是有效的 我想在内政部的业务方面 我们只能说它这是一个宣示啦 就是让这个要来投资的人 我们在地政上面在这个都市计划上面 我们一定会尽快的不是说完全开大门 它还是有一定的要件要走的 所以这就好像 让它更有效率一点 所以这 抱歉 这就是类似昨天管主委所讲说 这是一项宣示性的措施 是不是这样 不是 他这样讲 他说这是一项宣示性的措施 他说不会宣示后隔天就产生作用 不然 当然这个都市计划变更不会宣示明天就产生 对没有错 但是我也理解说 我们在所有的建设里面或者投资里面 土地取得往往是很困难的一环 它是最关键 但是在至少政府在协助 或者在审议的这个流程里面 如何让它加速加快 不要拖泥带水 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不可以嘛 不要盖好多张之后 跑下来说跟你讲说 这答案还是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我觉得这是大家最诟病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们希望说 部长你负责这一方面的 这个措施的 这个整个流程的重新再规范的话 能不能好好的考量 然后赶快给外界一个明确的答案说 所谓的重大计划 只要报请哪一个机关合可的 或者符合什么要件的 属于重大计划的 那政府在协助 这个审议的这一部分 土地的变更这些等等的 就可以用最快速的方法来处理 我们营建署一定会在一个月之内 一个月之内 提出所有相关的这个办法出来 这个部长真的 我们希望说能够赶快能够看到一些绩效出来 我们一个月之内一定会提出办法 至于说重大计划 当然里面会牵扯到院里面的其他的部分 我们也会很主动 这个部分可能请你们跟院里面好好沟通一下 那接下来我再请教部长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也请我们 请主席邀请一下主委 来请孙主委 好 我想请教两位 关于就是 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重点 有关原住民 这个区自治的这个问题 就是直辖市原住民区 自治的这个问题 这个目前在内政部的报告里面 实际上是说 持续研议吗 我们其实已经相关的这个会议季度讨论的东西 我们的建议都已经签到院里面 都签到院里面了 那原民会的报告里面是乐观其成 对不对 对 因为我刚刚听副主委的报告 他是这样讲嘛 就是尊重这个提案委员 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些要求 那内政部这边是说 现在正跟相关部会持续研议 然后已经把研议的结果送到行政院了吗 内政部我们跟各直辖市 跟各部会我们的讨论的结果 已经签到院里面去了 那所以现在是等院拍板吗 现在院里面 因为这里面不是说把某一个3D区恢复 不是恢复 因为他的法人已经不存在 那这样要怎么处理 所以他必须要 要创一个新的 就是说他要重新 创一个新的制度 对 那这个新的制度 你们预计多久 可以创色出来 开始实施 政策要做的话 有两个时间点 我们希望是在复兴箱消失以前 这件事情就 那就是明年选举以前 我们对明年年底 明年年底就遇到六都的选举了啊 我们是希望在明年 假如政策决定要做 我们一定会在明年年底前 一定会把所有法庭程序走完 那现在有没有决定要做 就你们的建议啊 就内政部的建议 我们目前是 保持存在一个支持的态度 所以内政部跟原明会 基本上在你们本位的态度上面是支持的 所以现在就是查行政员这边来拍板 但是我还是跟委员报告 这里面不只是恢复 它里面有牵扯到财政受制划分 当然 还有我刚刚提了选举制度的问题 还有点复杂了 不是大家想的 所以实际上它 就如果方向确定了 拍板了 你相关的法律制度要修正的还蛮多的 第一个啊 而且还要大院帮忙 对 所以这个还有一个修法 另外一个是时效 你如果说 不然你讲说 敢在明年年底的这个选举以前 要做的话 那你几乎你下个会期开始 这些相关的法案 你可能都要送进来要审了 我们假如是决定要这么做 我们一定会把它变成优先法案 我相信这个我们会跟原明会来配合 所以说 照你心中想的这个时程的话 明年的选举 721的选举里面 就会涉及到这一项新的制度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变成是说 那原有的那一些直辖市 它就必须把原住民这一块的 呃 那个区域啊 把它划分出来 它不用划出来 它还是在 它还是在直辖市里面 只是它这个区域的 它的区之地就等于是有点回复到 比如说以台中的和平区来讲 它等于是回复到和平区 就是说和平区会有选举 对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和平区 它等于回复到它过去和平区的选举嘛 恢复到什么阶段我们 那还会有相 就是会有相代表 那个都是要谈 就是说你恢复到什么样一个阶段 这是大家要再来谈的 恢复是基本上是有共识的 恢复是有共识的 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大家要来谈 好 那这个哪时候会谈好 这就看院里面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开始 因为这个地方是第一个院里面要 指定一个政委把几个部会找来 根据 那它将来的预算那些等等呢 这预算会 预算不会增加 而是是说 这个财政受制化 可是因为现在 比如说现在已经存在的直辖市 我再举台中市来讲好了 和平区的预算是来自于台中市 对不对 实际上是分给他 所以台中市自己决定要分多少给他 那你未来他去自治以后 他的经费还是由市政府来决定吗 不是不是 那谁来决定 那个 对 这个我请市长回答 好 那最重要的这个 人事权 跟预算权 怎么怎么注意 他现在主要如果说 他要创设的那个直辖市区的自治 那他原来的他的财产 他的人员都已经 归属直辖市 那这一块就 就会有相关的调整的那个 包括他的 财员的来源 如果 你们现在调整的原则是什么 调整的 我当然系部没办法问你啦 我说原则啦 就我刚刚问 比如说和平区恢复到和平乡 好 去自治 那你们要怎么样调整 人事权 预算权 你们打算怎么调整 那个人事总处跟财政部他们的意见就是说 这部分都要从原来直辖市这部分来 以拨出来给那个 对啊 那基准是什么 就直辖市自己决定吗 还是中央跟地方还要再再去调 这部分可能就要法律要明确的规定 所以就这样来是涉及到修法 修法 对对 好 OK 谢谢